年土是一种普遍流行于欧美、日韩等国的软雕塑材料 在马来西亚属于一门新兴艺术 现年43岁的曾维庆师傅原是一名绘画老师 以此机缘使他自2005年起开始投入年土雕塑这门手艺 如今一块朴实无华、平凡粗糙的年土 在他灵巧的手里便能随心所欲地捏成人生百态 让他笔下的每一个人物都可以从画纸中走出来 小时候我们就在相处 那有像现在小孩也有小就开始了 有小就是爸爸的那个 我们房间是我跟我爸一起睡的 几个兄弟姐妹一起睡 然后就墙壁呢就给我画嘛 就拿钱笔就是看着 以前小时候就看着那些漫画龙虎门啊什么 就拿钱笔就涂满我的 刚好是我睡的 就是后面那道墙壁全部给我画嘛 那谁都开始爱上画画 高中时期 热爱画画的曾维庆选读文美班 同时参加校外绘画课 由此奠定绘画基础 1995年他从大城市返乡 并开班授课当起绘画老师 而这一连串的经验 竟成为他艺术与美的启蒙 为他日后的创作 养成灵敏的艺术嗅觉 就是在偶然的情况之下 一个朋友就打了一包黏土给我 他说他在台湾带回来 他也不懂得玩 那我也不懂得玩 我也不晓得那是什么东西 就把它摆一边就不看它 之后就到书局 popular 就买了一本书 这是黏土做的 那我家有一包这样的黏土 不然就回家 买了一本回家试试玩一下 那就开始 开始玩起凝土来 但是那时候玩的都是 很简单很简单 做一个小猪 做一个magnet 做一个锁石扣 就是从那一个 小样的作品开始 那你知道我们人是这样子 做完之后 就一定要收一收 我们的作品 就把几个作品 摆在我的画室 那我学生一看到 就兴奋到不得了 就跟我说 老师开班教我们 那时候想想 也好啊 反正正门手艺在大人角 也没有人开始 也没有人学过 就安排了一些小套课程 就开始放大架 直接招生 曾维庆个性活泼开朗 往往能跳出俗世框架 跃入想象的世界 驰骋翱翔 当他发现 黏土雕塑 能让笔下的人物 走出画纸时 他便陷入了疯狂 之后就越玩越疯了 人往高处爬是一定的 然后觉得 他一直是我想要的东西 从平面的一个画 变成立体 那种满足感是 远远超越画画的那一个 所以我一直想要说 画画你怎么画 再生动都好 再3D都好 它还是不可能整个 不是立体的 所以它只是平面 但是当我做了黏土之后 感觉很不一样 你可以看到前面 侧面 后面 曾维庆师傅 偏爱以人形 作为创作题材 仔细捕捉 每个人物的身影与神韵 经过长时间的努力 他将这些作品 急于一处 悄悄地为自己建立了 一座另类蜡相馆 冰城黄后湾广场里的一家小小店铺 常常引人驻足 这家由曾维庆师傅开设的黏土之家 不仅是他的工作房 更是他向外人展示 摆卖作品的小小天地 即使当地懂得黏土雕塑的人不多 曾师傅仍十分热心地 与顾客促膝交流 借此寻求突破 店里摆设的各式塑像 栩栩无声 仿佛急于向往来 说自己的身世 这一系列的产品主要的 是因为那时候在 有观察一些拉相馆之类的东西 所以就给我一个概念 拉相馆基本上它脸跟手的部分 全部都是用那种拉相做出来 但是衣服就穿上去 所以那时候就给我一个 很好的概念 其实可以拿布穿上去 就跟真有一个拉相馆 缩小版的感觉一样 所以就开始启发到 就是这些部分全部都是用布 再加上黏土把整个制作出来 而且每一个小堆田 全部都从水分做到完 绘万雕工如满月 西北望涉天狼 一个个自历史中走出来的人物 无论是否真有其人 曾师傅总不愿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或铠甲或华服 一怒一撑一贫一笑 曾师傅均细心观察 竭力让他们重演一段回不去的历史 人情最难掌握 你说单脸部的部分就是笑容 再来就是眼睛的部分 因为眼睛刻出来容易 画上去很难 因为我一直强调眼睛是灵魂之窗 你画得不好 那个眼睛飘掉就是飘掉 那个人没有那种生命力 就是没有生命力 就是插在眼睛的部分 画得好整个人 你会发现那个公仔在看着你的感觉一样 第二难的就是嘴巴的部分 嘴巴部分 收发我教学当中 学生最多的问题了 就是嘴巴的部分 因为当一个嘴巴 要笑要哭都是靠这张嘴巴 可是有一点我必须要强调 不是会刻五官就表示你会做人心 人心是有喜怒哀乐的 每个表情 他的身韵都必须要把它做出来 这是人脸的部分 但是我在市面上看到很多 脸部做得很好 身体结构做不好 比例不对 我的工具非常简单 我只是要用这四只而已 然后我手上拿着这个是比较粗的圆棒 然后再来就比较细的 第二个 然后再来就是一个就是细功棒 这个是我们刻眼睛 各嘴巴需要用到 我再来这一个是超好用的 就是刚好它幅度是一个弯 一个弯形然后箭的 然后后面是可以 然后嘴衣服皱褶全部都可以用到 起步总是艰难 最初曾维庆无法在马来西亚寻得粘土雕塑的材料 因此必须远赴台湾寻购 过程中他有幸向当地著名的人形粘土雕塑家 油药红师傅取经 然而粘土雕塑在本地仍属较为冷门的艺术创作 他在本土一度无法寻得名师指点 于是在创作初期 他只能凭着自己浓厚的兴趣 以及稳固的美术根基 一笔一刀从制作的过程与失败的经验中 缓慢地掌握粘土雕塑的要诀 直到有一天在Kings Bay Mall 遇到了一个老师傅 他是中国北京的一个非常出名的老师傅 他是做面索 那个叫捏面人 他跟我们的民徒其实是两回事 因为捏面人他可以捏得很稀的 很小一个公仔他们可以把它捏出来 那时候让我真正地大开眼界 我说为什么我们黏土捏一个大的还OK 如果捏一个那么小的怎么可能 所以我就看到之后我就哇 马上就找那个师傅 我说师傅你要不要收土地 可是那个老师傅整天就跟我说 你来到就教我做手 每一天都在做手 做了整个月都还在做手 做到我有点烦了 我就问那师傅说 师傅什么时候可以教我做人头 你再把手做好 我知道有一天的时候 他开始接到一个订单 做财神 他一共要做一百个财神 那时候就总算看到那个师傅第一次 现场做给我看 那个头是怎么做 但后期我真正有领悟到一点 我就觉得什么 真的现在做手还是真的蛮了得的 所以我觉得可能是他有点像那种少林寺 他就是必须要从基本功顶着大石头那种感觉 顶一个月之后你瘦得了 我才来跟我学 可能他是要给我一个考验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所以那时候我就 可能就是这个原因 然后才能够让我今天 很容易就把一只手做出来 生命总是展现在最微妙的细节里 譬如一个眼神 一副笑容 一缕毛发 一只手 一套姿势 他让自己的创作穿越古今 来回中西 召唤不同的人物 定格最美好的一瞬 诉说那请客间的故事 老师傅当初的苦心 是曾维庆练就一身扎实的基本功夫 不愿意放过手上人物的每一个细节 总是耐心地雕琢 将原来的混沌与粗糙 仔细抚平 曾师傅在粘土之家开班授课 将平生所学与学员们分享 然而他对粘土雕塑的狂热 一度使他忽略家庭的重要 要加变了 因为我那时候我在 我开始就 那时候我教画 学生开始 不断有人给我发明要学粘土 那我就有另外一个想法 不然我多开一家 粘土自家 那个是主要是教粘土的 就把画画跟粘土分开 所以在八九年前 就开了一家 我开始借粘土之后 就那时候 突然间一间很大的间的店给我 作品很少 那时候我就拼命地做 几乎从早 我一到我工作室 就一直做 做到晚上回到家 还拼命地做 做到三更半年 有一天我太太受不了 老公讲说 你在做的话 就有一点脸色 所以就在那一个时候 跟我讲说 反正你就在工作室 你做了那么多 回来就好好休息一下 过后就想想 也对了 时至今日 粘土之家的 每一个角落 都已占满 曾维庆师傅的作品 当粘土雕塑技巧 达到一定水准以后 它有更充裕的空间 去规划未来 让自己的梦想延伸 一个意外萌发的爱好 如今竟成了 它生命的一部分 而一切艺术 都必须是 生命与时间的投注 无论深浅 或木痕 或冰凤 或一颗粘土上的 小小酒窝 是个人有一个愿望 是说 能属于自己的 一个人形雕塑馆 就是人形博物馆 在槟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